其實我真的超緊張的 半個多小時還滿滿都出來 我現在就只能一直待在車上 然後一直等消息 然後看看他們什麼時候會出來 然後我剛剛繞過去 影片感覺就暗暗的 是開門的 應該是沒有事吧 再等一下好了 我們今天要幹嘛咧? 最近我們不是上了一個車子的提倡嗎? 對啊 它流量超高的 所以我那時候有預告說 我會來要拍一些什麼像調表啊 詐騙那種 最近我要把我家的賓師那台G遊戲賣掉 很多的朋友就有問我說 我想賣多少錢? 我那台車是2017年的G遊戲 里程在4萬10 那我要賣車之前我一定會先了解 車行要收多少錢? 因為車行通常都要收比較低 它目前我車行的平均的報價大概 大概抓155萬上下 那我當然就想要賣更高 所以就不能出價 可是呢 馬上就有一個本事來密文 給我一個資訊 因為他去8891去找了一台車 跟我那台車一模一樣 比程數還比我少了一點 而且還比我在頂 它是QAM版的 就更頂級一點 他現在賣119萬了 車行的時候收我那台車155 可是他只要賣119萬 等於我買了嗎? 他賣119萬 就賣119萬了 對不對? 賣119萬 賣119萬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網購 在內衡 看這照片喔 是跟你那個一樣 可是更高階的嗎? 他是COOPEN版 我們是一版版 就是屁股比較帥 哦 都很新喔對不對 底層都有寫喔 可是你看其實8891 現在都有一些緊視 你看他是直接說 低於一旁 然後車站不載店 119萬我跟妳講 他有車高賣10台 短短以後不用工作 我的高度就好了 一定有很多消費者 不信心想要去問到底是什麼狀況 今天我們就講到消費者 我們就是貪小便的角色 我用我老婆上去問他 欸 旁邊看車嗎 買一些方便這樣子 因為他有說可以約看車嗎 對 他一定有車耶 因為我原本以為假廣告 可能你去問他的時候 他可能會說 喔 買掉了或怎麼樣抽點 用一些方式觀音過去 以我在桌上走車的經驗 對 通常是看不到車子 他會不會去了 然後 所以我們這次一定要找 桌點嗎 我怕了 陪我去 哎唷 呵呵呵 我拍完這部影片 就是如果我今天照到什麼不測 或許你記得一定要把我把兇手找出來 好 我會知道是誰 呵呵 反正約好了 或許我們明天就直接去 明天就去 你要幫我偷拍好了 走 昨天他回府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看車 剛剛應該看不出來我是誰嗎 先走陽光載在路線 戴了好棒棒的帽子 因為畢竟要安全嘛 所以我等一下會帶兩個兄弟 兄弟喔 兄弟 不是那個兄弟就是那個兄弟 就死不了嘛 當然現在文明社會 有這麼危險嗎 我也要進去對不對 你要幫我偷拍啊 要小心點 你又特別閒眼 你也是處於弄到閒眼型的耶 我那兩個兄弟都好奇說 他們想出什麼頭 沒關係 今天兄弟了 就先交第四 我看到了 這樣泡準備好嗎 我在身上 欸 我們今天超屌 我們今天開GLC去哪個遊戲 而且還同年份 這台車大概是我們最後一次 在影片上出現的 因為下禮拜就已經要賣掉了 好啦 那個幹 麻煩 麻煩 我想走到高汗 我停前面一點喔 不要讓他們看到我車 欸 這一區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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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有車耶 有車耶 哇 裡面有車耶 有車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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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那個你打電話我沒接 你知道怎麼處理人 我知道 換老公就趁現在了不是嗎 不是 好啦 加油 做他們好願意 是 我也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他說 萬一出了什麼事情 他保險也都保好 所以你是寫我了 所以我肯拿換老公就趁這一次了 哈哈哈哈 那哪有 還是希望沒事啦 這邊有機 這邊有機 這次要有進去外面的交車 就跟我們算有什麼膽量 來喔 現在稍微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好了 因為我Live最後的內容是說 今天 對 我們剛才可以看你做 其實我要先進去 我們這邊的話 買車方式跟 其實一般都跟 我們這邊 車況很明白 GLC我們車子很多啦 因為我們這邊算是 跟我們車商買車的源頭 所以 所以你為什麼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的車子多便 因為那個就是我們 其實就是車商買車的源頭 這樣 盡量就是照著我們車商來 就是幫車商買車的 幫車商買 還在拿那種鞭魚 然後 對放什麼鞭魚 那這台車你喜歡 我們再去現場看車 沒有 就反正就是廣告商店那樣 那我先跟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公司好了 我還有網站嗎 有 什麼是車商買車的地方啊 真的有 核泰集團有沒有聽過 沒有 Toyota跟Lensis應該知道吧 這兩個品牌 核泰我知道 對 它是用這兩個品牌 創立這個競牌中心 那你們稍微看一下 這邊其實它不是我說 它只有提供給中文車商而已 我們這邊一直本來就只有 賣給中文車商 所以你們在偷賣給中文的 為什麼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你現在車子太多需要一些 特別的製造方式 所以才開始開放 那個一般小的運氣來 如果你要買到這麼便宜 然後車礦好的車 就是一定要用這種方式買到 喔 那所以到底有沒有看到車子裡面 可以可以 當然可以看到 可以看得到 可以看得到 那我看到的車子 等一下可以直接買嗎 也可以啊 好 也可以 對 像你會擔心車礦的問題對不對 嗯 我剛好說我們每一台車 都會上查定表 嗯 我們機制隊幫我們建立每一台車子 我稍微給你 不要耽誤你們太多時間 稍微看個影片 讓你們知道 頭太痛了 讓你知道這種長期住一車 太寬下來會不會 都可以 你 我們這車子停在附近而已 附近而已 對 是開來這邊看嗎 我們可以過去看都可以 對 喔這新聞喔 對 篡改車級資料 炸載3.5億 我等一下會教你看怎麼看查定表 因為車商每次去看查定表 我們可以直接去看車就好 之前車子 那這樣我講實在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話 你去看車 車子你 你這樣去看車 你只是看個感覺而已啦 所以不是這台車嗎 我知道 我是說車子這麼多 你今天車子都白眼前 你看到出來 它到底 就像你剛才講 它就是事故 我有大師啊 事故是什麼的 我有大師啊 因為我們的查定表 我是教你看什麼看查定表 好 查定表都是我們的 你的泡水車 或什麼泡水車等級是W 嗯 兇車是N級 嗯 所以說你 其實根本不用懂車 因為車商他們買車 就是看查定表 對 我先稍微給你看這查定表 這台租倫車會有三個去處 一個是租車公司 另找客戶 一個是賣給電車 所以大多 超過七個租倫車 我住台中 因為他們有時候我朋友 他當然都 好 我們來 我只顧應 你們就說我沒有耐心 OK 好 對 那我今天就是帶你認識這張客 那表車後面 我給你接下來講 最高點是A級 其實它其實說對半 最高還有一個A加的車子 B級的車 它是有更換過原廠板件的 我沒有很想上課 不用上課啦 所以我覺得簡單一點 因為你 如果你要來我們追馬車 一定要用更方式 一定要這樣 不然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就沒有辦法 跟你進行這個 我們這邊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 有電話學 也不是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這邊就是這樣子 車章擺車就是這樣子 不然其實你們也不用 你們也不會看到這張錶 現在如果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看這部車的話 是你會有一張這個錶 我們每一台車都有這個錶 所以我跟那台 對 那我現在來看完 那個錶給我們以後 我們就去對一下車子 確定沒有問題 價格可以嗎 我們就買吧 可以 可是錶不能拿出去啦 先電腦看 先電腦看 就是假設要電腦看 因為有些車 你今天很專業的吧 這你做專業的吧 沒有其實它這個也是算 一個還不錯的 一個那個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還要這樣子 就把那個錶拿出來 我們看一下 這個錶就不能外傳啦 這個錶是車上在看啦 我剛才講的 所以說這個錶 所以我們要去看那台車 你會告訴我們它是什麼級別 因為現場車 每一台車 它不會有這個錶給你看 所以如果你要再回來的話 一定要 如果你要看那張錶 那是什麼等級 我們還要再回來公司看才知道 我是覺得沒有必要上課 我們直接走下一步就好 那如果你像到 叫我帶你去現場看車的時候 現場然後你問我說 這台車怎麼樣怎麼樣的時候 我會要跟你說我要回公司才可以知道 有點像 比較麻煩 因為你 因為你我們沒有 我不知道它的查經表 那我就不知道它的 那我們好 那我們先看查經表 再找那台車比較好 對啊對啊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說 這個表要怎麼看啊 OK我大概知道 這個表要怎麼看啊 反正我等一下 重點是要看到那張錶 是什麼等級 然後你就幫我看 有沒有到那個等級 OK我們付錢閃的 就這樣子喔 沒錯啦 對 OKOK 那下次 那我就繼續講囉 我覺得 我覺得這真的不用 不用講嗎 不用講 我們先去看 那我先開電腦 我給你看那台車 好 可以可以可以 你知道我們是預約哪一台 就是遊戲 是嗎 對 因為我不知道 石小姐她是不然跟我像講 她接人不在上面交車 都是幫她接待的 那台是幾年 2017 328 應該不是這台 是這台喔 不是 因為我們的資料的話 如果你 你在網路上看到那台 都是從這邊出來的 那它就 我又要變成 你那是GLE300 我要一台 我要一台 我看到的是GLEC25 我要一台一台下去找 你們上你們3891看 不就知道那個 那個不是我扣啊 不是你公司扣嗎 每個業務扣的網站都不一樣 那都是300 那全外匯的 看 因為我們好像這樣 一天天要往上找貨 直到南線找出來 GLEC251 不是我們這樣講 你沒有 你確定沒有限制 我現在就是這樣子找下去啊 我想找才會找得到 因為我們的車子 都是從這邊出來的 都前週有拍場面出來的 它那台是PO多少 120 120 120 2017年 那你知道那個 那他有跟你說 那台車是底價嗎 就像一樣是標價 就這樣上去的 你知道嗎 他有跟你講講嗎 所以他還要 首先就是你 就是用那個 他一定是 他一定是個底價啊 對啊 所以不是 成交價 呃 那是底價 但一樣 如果今天車上 沒跟你搶的話 就等於說 你多了他一千塊 你就可以特標了 但是這個意思 哦 不然其實 其實GLEC300也可以 對啊 你找一台有的 我們看一下都OK啊 其實這邊都是啊 這邊的 這邊顯示的話 都會有說車子都在 對啊 而且我現在看完車 我還會用標對不對 不行這樣子 就是先看照片 這要是你喜歡 我們再去做 我們再去下標 因為你要標之前 你要跟我簽 嗯 對 那你肉蛋 然後價格三萬塊 哦 等於是 哦 我聽懂了 三萬塊就是一個壓標金 嗯 對 你要有這個壓標金 我們才可以去集團裡面 跟他跟車商出價 大概就是說 看你的預算 假設 假設外面航行 如果賣個130 140 那如果假設 你就只要一月一只出 110或多少的話 也是可以 我可以直接幫你預價 那如果你要跟車商 1000塊1000 這樣你起標也是可以 就像這樣 呃 這些都是 現任客人跟我簽的 圍頭單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我知道了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這種買車方式 你不喜歡這種買車方式 嗯 就很喜歡 其實就看你 我能接受這個方式 我其實沒有很缺錢 我只是想要看你 欸為什麼會 對啊 我想說 不要那麼辛苦 因為這買下去 會不愉快 沒關係 看你看你啦 對啊 對啊對啊 OK好不好 因為我也沒有在問你 好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不會不會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等等不好意思 等等 好 洛西 是不是準備要被罵了 我剛剛非常的沒有禮貌 你有沒有不能不想上課 好 那公安中康 可能看不懂 剛剛到底沒幹嘛 因為主要是 我們想看到車子 可是他用了各種 消耗你精神的方式 讓你沒有看到車子 不然就是他可以介紹他們公司 介紹什麼什麼 他想讓我去信任他們 在訊息裡面 他又說 他們幫我把車子 準備好了 所以我才找了專業的祭司 去配 通國情 不是兄弟嗎 沒有啦 當然是修車場的朋友啦 那其實也是預料中的事情啦 因為我本來就設定看不到車子 只是好奇他到底用什麼的手法 在中間的時候 我就已經聽到關鍵字 他們叫代表 那他們前面也用一些 很便宜的價錢吸引你來啊 用一些增加你信任度的方式 讓你去信任他們 最後再跟我們講說 他們的購買方式 跟一般的買賣不太一樣 那你要說他們是詐騙嗎 他們算詐騙的東西 你幹好模糊喔 那他就是廣告不實啦 照片他放那車 我們根本就看不到那個車 他就是利用貪小便宜的心情 今天是一般的消費者 我就是想要用那個價錢買到那台車 然後我就去了 可是這邊有一個很嚴重的心理戰就是 剛剛進到那種情境 他前面全部都在跟你講故事 為什麼要講故事 因為他要吸你人喔 那你就是很想買到那台嗎 那他用了一些比如說公司形象啊 又給你看拍廠的照片啊 給你看他的成交紀錄啊 又有一堆成交的照片 你就會覺得他們怎麼可能騙人 因為我在中間的時候 我已經知道他們想幹嘛 所以我後面變得非常沒有耐心 就是想要走 我們這種聰明的規導帶 我怎麼可能不被他騙人三萬塊 可是接下來啊 如果是一般消費者 你想要得到那台車 你又很想知道他們出什麼招 很有可能就會去付 他們所謂的代表金給他 所以接下來我會跟大家講說 他們後續到底會出什麼招 會有多少的巨型專輯 他們不是說他們是車商的源頭嗎 你拿提巴啦 有源嗎 那車子咧 假設就像是個高手 然後成功的洗腦女友 然後你付了那個三萬塊 大家在付錢的時候都會心生恐懼 他們一開始會想說 欸 你把這筆錢給他 他會幫你們代表 那我可以不要到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假廣告那個行情 他們一定會說 如果沒有不要到的話 錢會還你之類的 可是他們有講後續的東西 那接下來 那你就會分很多狀況了 他一定不會幫你標到 那個行情的車子 今天看到的那個 119萬那個是他的底價 假如你應該有聽到吧 底價哇幹 這句話出來真的是 他怕你會跑掉 他就說 如果沒有人跟你搶 你就不要到啦 這什麼聽人話 因為我看 我都已經講說 我幹我們120萬買了 我們要直接去買個車商 我們之前賺30萬 怎麼可能沒有人跟我搶 就算真的沒有人跟我搶 我腦子都知道 他們一定準備暗裝 一定會讓你買不到車子 一定會問他說 那標不到的話 然後你不會把錢還我 這時候他會跟你講說 退錢可以 可是因為我們已經 幫你標了怎麼樣的 花了什麼人事人力 什麼樣 等你付了5萬塊 你真實拿回來 錢可能剩1萬多塊 剛好他就賺了真價差價 那第二個 因為沒有人會甘心被騙 因為沒有人會承認自己的智障 那你就會講說 好啦 錢都付了 不然再標標看吧 他標了非常的久 他都會跟人講說 他沒有標到 那他就會一開始用第二招 他就說 欸你願意提高預算嗎 因為你現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真的買不到 你想要那個價錢 就算買到 你到底都是撞過 直過人的 解過體 他還會補一句 其實你也知道嘛 用價錢你怎麼可能買得到 這時候的 你已經被摧殘 你已經被消耗耐心了 甚至你又承認自己是貪小平的人 所以你都會說 好吧 那再加點預算 那你看 理論又出來囉 或許跟你的目標車子 還有一段差距 可是當他預算有空間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介紹你 別台你不想要的車子 甚至真的有你想要那些車子 最後你的成交價 很有可能 就是當初市場的名價 只是你繞了一圈 可能還買更貴 當你成交那一刻他又說 他要跟你說什麼手續費 什麼消費 消費的時候 你也不得不倫 因為你已經說你要了 你不給 你就拿不到車子 你給了 就是又再多花錢 我們要開一個代表公司好了 好 那我這邊再講一個更黑的 其實那些 像我們剛剛去代表公司 他們其實都會利用各種關係 去找到開賣場的尾賣樓 就是想要賣車那個人 我會去跟他講好說 我一定讓這台車 飆到多少錢 然後他會去看我的分潤 那分潤力量是誰的錢 就是你們直接貪小平的 這個就是一個超級買空賣空的生意啊 因為他也不是標場人 他也不是車商 他也沒有車 他從頭到尾就是拿拍廠的資料 在做買賣而已 好那我這邊要講 真正的拍廠 拍廠是一個 非常公平公正公開的一個平台 因為要先拆成兩邊嘛 一個是想賣車的人 要付4000塊給拍廠 你就可以去 把車放在拍賣平台上面 讓大家去競標 那想要買車的人 只要買到了一台車 又必須要去付6000塊給賣場 他是不管價錢的 賣場就是一台車 就是賺一萬塊 那為什麼車商可以買 那車商有專業的團隊 可以去現場判定 判定的時候 他就會認為 他這台車買完會不會賺錢 那當然消費者也可以買 可是我個人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沒有過專業的話 不要去開賣場買車子 因為很多狀況是你不要怕 可以吃的 假設你標到的 可是你不要 100萬以下的車 就是賠一萬塊 然後還有第二種狀況是 100萬以上跟法拍車 如果你標到了 不要 就是要賠3萬 好那最後就是 代表幫你買到那台車子 那車子的狀況 白白總 你媽這麼多配件 怎麼樣分成無存分 運氣好真的沒問題 運氣不好 其實你也只應責 因為代表場不會給你保固 所以這邊想要跟大家講 其實買車 該賺要給別人賺 通通車商 他們有專業的維修團隊 他們至少有一些認證 跟保固 可以去讓你的車比較安全 講到這邊其實 最有問題的是什麼 或許他們真的有錯 可是其實真的有問題 就是貪小便宜的消費者 每樣東西都一定有行情 當然地獄行情的時候 就一定有故事 那今天這部影片 就是讓你們看一下 二手車假廣告的 其中一個故事 其實還有故事非常多 影片最終就是要教大家 怎麼樣在拍賣網上 像8891這種平台 找到適合的車子 我這邊教大家幾個PayPal 第一個 如果你想要去8891 這種地方買車 要是我的習慣 我一定先從最貴的開始 因為最貴的你一定看到車子 然後通常一定有空間可以拿 至於他願意放多少粒 我覺得那就是看 當時的交涉狀況 當然買車子有朋友介紹 一定會降低風險 可是我會覺得 這幾年朋友都不能信 尤其是今年 所以這個大家先參考一下 第三個當然就是我今天 找一個懂車子的 最好是比如說他本身是祭司 本身是車商 或是本身是會看車子 如果他剛好是個兄弟的話 那更好 對 就像今天那個 剛好又是兄弟 當然第四點 我覺得裡面最重要的 該賺的要給人賺 他們就是要去做保護 那多多少少 他們賣數據車子一定都有問題 他們要有足夠的利潤 去維修這台車 否則 其實我們在做二手商的時候 常常都會賠錢 只是你們不知道 那那台車 維修風險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這樣子做 那第五個當然就是 記得帶槍泡 我很久沒有拍這種 比較緊張的題材 那希望這部影片 對你們會有幫助啦 那也希望就是大家 可以買到適合的車 當然最重要就是不要被人騙 那影片到這邊 希望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小鈴鐺 追蹤我IG 掰掰 我們來拍兩萬五 兩萬五而已 這兩萬五啊 兩萬五欸 哈哈 可以耶 兩萬五當月少爺 維修是一種 大概可以六折左右 六折七折這樣買 幫你買到 外面的行期 在我這邊再打六折七折